男风可能认为是 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 但女生这长达八年的状况应该是 我爱的是你爱我 有一句电影台词说得特别好 说我一直以为我爱的是你爱我 直到你离开我才发现 其实我也爱你 其实一直在你们的八年的生活过程当中 一直是他在做妥协 一直是他在做主动 而你一直是被爱的那一方 付出的相对过少的那一方 真的只要到有一天 这个男生走了你才会发现 你是真的爱他吗 有的时候我搞不明白 到底应该对一个人好呢 还是应该对一个人的爱吝啬一点 所以孔子才会有那句话 为小人与女子难洋溢 净则不逊远则怨 对你好呢 你就没完没了 离你稍微远一点呢 你有埋怨 那到底应该怎么对你 但是爱情有的时候不可以试一试 说我离开你一阵子试一试吧 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爱我 但是一走 很有可能就回不了头 女生说那你是哄一哄我吗 你哄一哄我我高兴了 没准我就在朋友圈我 发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你说这句话很幽默吗 把自己所爱的人和爱情而告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分两次手吧 多分两次手可能就会在一起的 就这样 年轻人嘛 也很正常 哪有那么大的心胸啊 小孟老师 你心胸不够大 我们男人都这样 我们又那么年轻 我们都这样 我们爱我们就不放心 对吧 我们也不在身边 你穿短裤给谁看呀 是吧 兄弟 对啊 他只能给我们看 他能给外人看 年轻 他一定是这么想 这其实是对爱的一种控制 这叫反控制啊 我偏要这样 你不在 控制与反控制 他想控制他 他反抗他的控制 结果呢发现 因为爱着 或者被爱着 到了杭州以后 情不自禁的 还是这个人 所以我想 如果你们真的爱的话 就别那么较劲 你把这个爱放松一些 其实我知道 你们俩都挺在乎 这一段情感的 老想 一次就一生嘛 是不是这个想法 但是挺难的 因为你们现在 其实碰到了 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坎 是这个男人 有诸多的不顺 你可别怪辞职 是因为人家 这已经 二十三了是吧 大孩子了 仔细想一想 没有强求你们 非在一起 喜欢 就大大方方的 要对感情 坚定 而有责任 好吗 行了 下面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我觉得这么多年 我们都走过来了 你说我们那时候 刚在一起 我们就分开了 分割两地 你说经历大学 我们俩也不在一块 身边那么多诱惑 我们俩都能抵挡 现在我们都在一块 你竟然要离开 你觉得我脾气不好 我可以改 但是这个事情 也不是我一个人 能改运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 在一起生活 我们两个都得努力 我觉得这次回去之后 你好好地找一份工作 我们一起努力向上 我也挺喜欢你的 但是我就觉得你脾气吧 应该要改一点 你确定你能改吗 可以的 能改吗 包容包容吧 这是你们第一次 真实地面对生活 因为你们在一起了 你们要柴米油盐 酱醋茶了 你现在又没有了工作 你们第一次 面对生活的困难 就别自己再 跟自己内耗了 你听我的 我听你的了 说你呢 回去吧 请回吧 这算是一对 青梅竹马的情侣 从初中 他们就认识了 来 请关门 在高三毕业的时候 一对情侣定了情 随后是四年大学生活 带来的漫漫相思之苦 在这其中 男生因为不满女生的一些举动 而分了手 后来两个人大学都毕业了 女生去了杭州工作 男生因为思念这个女生 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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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 却发现 原来相处在一起 是那么的困难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对年轻情侣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过去啊 还打架子 还端着 哎呦 哎呦 你闹关怀 在家里闹就行了 还跑我们这儿闹 赶紧去找工作去吧 不就要女生关注你吗 关怀你吗 为什么出来 我爱她 你爱她你要跟她分手 请开门 请出我们的小花筒 来来来来来 拿戒指 谢谢啊 要保湿 亦被湿 我觉得 这样一个仪式 对你们俩真的不一样 从今天开始 其实他们才真正地 开始恋爱了 珍惜这个机会 来各位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让我以后就好好带一起吧 我一样会让你疼你 一样疼你 好 跪下来 跪下来 跪下 他就想双腿了 好 好 好